您现在收看的是华士教育文化频道 接下来要播出的是国际企业管理 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周苏儿周老师 欢迎各位跟我一起来探讨国际企业管理 今天我们要进入的是第16讲 有关于国际研发跟生产管理的议题 让我们复习一下 在我们整个的课程安排里面 我们一共有四个大单元 第一个单元我们讨论到跨国公司 为什么要到海外去拓江四海 第二个单元我们又讨论到 那么到哪儿去呢 所以我们讨论到整个的不同的国际环境 有政治经济文化等等环境的探讨 第三个单元我们提到了 那么跨国公司到海外去 如何制定它的国际竞争策略 它的组织架构又是该如何来配合 今天要进入的是第四个大单元 有关于国际作业活动的讨论 也就是跨国公司定好了策略之后 那么怎么到海外去落实它的策略 在它的作业活动里 今天为您安排的是有关于国际的生产 以及研发的管理议题 一如往例在开始的时候 为您准备一个案例 这个案例呢我就称它是血汗工厂 什么是血汗工厂呢 一般来说就是整个的薪资待遇 还有工作环境都非常恶劣 而且剥削劳工的一个工作环境了 根据剑桥字典呢 它指的是a small factory where workers are paid very little and work many hours in very bad condition 也就是工人被付很少的钱 而且工作环境非常的恶劣 为什么会有血汗工厂呢 各位我们回忆一下 因为在7080年代的时候 整个全球化的兴起 所以很多的跨国公司 就到全世界各个国家去找寻 适合它的一个设厂地点 或者是资源的来源 所以呢到了第三世界呢 那么第三世界再加上 当地的经济环境比较差 劳工呢它比较没有谈判力 所以它只好呢 就顺着跨国企业的一个安排了 从此呢也就造就了 这个血汗工厂的一个名字的成立了 当然呢在过去有很多的个案 都被指责是血汗工厂或血汗企业 在过去比较有名 而且跟我们生活比较息息相关的 我就为您准备两个案例 一个呢是我们跟我们日常生活 喝的咖啡有关的 所以有人就说了 咖啡呢是一个血汗咖啡 为什么是这样呢 因为呢当时在国际上比较有名的 当然不只是星巴克 比较有名星巴克呢 它到非洲尤其呢到非洲 有个国家叫伊索皮亚 伊索皮亚呢有五分之一的人呢 都是从事于咖啡的种植 因为咖啡是经济作物 所以很多的人来耕种咖啡 而造成伊索皮亚有很多的耕地 没有种植粮食 所以那边的咖啡农呢 是赤着脚处于饥饿状态的 情况之下在工作的 他们一天的工资不到一块钱美金 他们卖了一公斤的咖啡呢 的原物料大概呢 也不到一块钱美金 大概零点六元的美金 可是一公斤的咖啡豆 它却可以冲泡最后出 最后的最终价值呢 可以相当于两百多块钱 两百三十元美金的咖啡 所以这中间呢似乎呢被剥削了 可是原始的咖啡农 他们的生活并没有得到改善 所以就有人说了 血汗咖啡了 另外一个呢 比较有名的呢 是跟我们所穿的鞋子 运动用品比较有关的 尤其是世界著名的运动用品 提供的提供厂商 Nike公司有关 Nike呢 其实呢 早在80年的时候 就被指责 它利用第三世界的劳工 压榨他们 然后赚取极高的利益 指责呢 曾经有指到 譬如他的印尼厂 抵付非常低廉的劳工 的一个工资 给印尼的劳工 在柬埔寨跟巴基斯坦 他雇佣同工 未成年的同工 在中国厂跟越南厂 他更是那边的工作环境 非常的恶劣 所以种种的指责呢 就指向了Nike 那问题来了 Nike公司应该负起 这些的责任吗 所以当时呢 Nike公司 他就表示他的意见了 他说呢 我只不过把这些的工作 外包给我的外包厂商 我的外包厂商 是我的一个委外厂商 那么呢 可是事实上 Nike花了上亿元的美金 在做行销广告 他只付了其中的 大概4% 给他的外包厂商 去支付工资成本 Nike该负起 这样子的责任吗 从Nike的角度 Nike就位置比辩驳了 他说 事实上 我对这些的外包厂商 我并没有控制权啊 是他们去到第三世界 去使用第三世界的廉价劳工啊 而且呢 他们到那边 可能是创造就业机会哦 那边的工人工资 可能很低 除非呢 再给他们一点 额外的工作机会 否则啊 他们的生活会更加的困难 这是Nike公司的自己的说法 可是我们来反观 一般的社会观点是如何呢 一般的消费大众认为 虽然你对外包厂商 没有所有权或者是控制权 可是啊 品牌是挂你的 你应该对你的最终产品 以及最源头的这个原料 或工人的这个投入呢 做负点责任了 那么可是呢 Nike呢 其实大概有十年的过程当中 他尝试利用广告啦 一些的公关啦 去帮他自己做辩驳 没想到呢 就在1997 98年的时候 金融风暴发生了 那么在这十年当中 Nike一向都是能处理的 可是在这段过程当中 开始从美国国内 因为美国是一个 非常重视人权的国家 开始扩展到国际 大家对这个企业是不是应该负起社会责任的议题 相当的关注 刚刚提到了 再加上1997 98年金融风暴 所以整个Nike的营业额呢 马上的下挫 Nike公司马上发现情况不妙 所以他开始呢 转变他的态度了 他首先在1998年 他首先说呢 那这样子好了 我不管是我在美国本土 或者是我的外包厂商在第三世界 禁止使用同工 也就是禁止使用18岁以下的工人 来从事劳动力的投入 在2005年 他又说了 他要公开所有他的外包厂商 也就是他的供应商的名册 让全世界的消费者呢 进行稽查 等于就是整个的作业透明化 Nike呢 一连串的动作 虽然是在十年之后 做了这些的亡羊补牢的作为 那么慢慢的呢 也开始呢 跟他的供应商之间 建立很好的关系 也把整个的工厂的工作的环境 也提升了 所以慢慢慢慢 他的一个品牌形象 有在回复过来了 以上就是为您准备的 血汗工厂的案例 好 让我们一块来想一想 首先我们来思考 Nike的外包厂商 为什么要到第三世界来设厂呢 刚刚说到了 因为是全球化的关系 所以整个的生产成本 就成为它竞争 非常重要的一个利基优势了 当然第三世界的工资比较便宜 所以就到第三世界去了 OK 好 第二个议题 我们来思考的是 那么Nike 它在全球供应链的管理的目的是何 和为何 其实不只是Nike 很多的跨国公司 其实它没办法到海外设厂 它也会在海外 找一个它的一个委外的承包商 也就是外包厂商 其实这样就形成一个 全球的供应链了 那么在整个的全球供应链的管理上 其实就要从头原料的输入 组装制造 一直到最后的生产行销 甚至到售后服务 整个的一个所谓的supply chain 供应链的管理 都必须要达到 从厂商的角度降低成本 快速反应 获取利润 同时要创造顾客的价值 这个就是为什么要有 全球供应链管理的一个目的了 第三我们来思考的是 Nike应该为这个社会责任来负责吗 就如同Nike一开始 它都是能处理 撇清关系 可是事实上 Nike它是国际的知名品牌 有龙头老大的示范效果 当然从消费者的角度 消费者认为它应该要负起责任 所以从这里显示出 企业的社会责任 在今天的市场里面 是消费者非常关注的议题 企业也不可以不小心 来注重这样子的一个讨论议题 我们休息一会儿 待会儿回来 在今天的一个讨论课程里面 我们将为各位准备了以下几个重点 都是跟国际作业管理有关的 第一个我们会跟各位来说明 什么是国际作业管理 以及全球供应链它的发展 以及它的管理原则 同时我们会跟各位说明 并探讨跨国公司的设厂决策 以及它在整个全球的研发管理上的 组织架构模式如何 最后跟各位说明 什么是产业群聚的功能效益 好 在国际作业管理上 什么是国际作业管理呢 就像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 怎么样把东西从原物料 零组件 一直到整个的所有原料的投入 到最后产品的输出 做了一个在整个过程当中 提升产品附加价值 这种就是国际作业管理了 那么它的目的是什么呢 因为我们说跨国公司 可以把生产的活动 分布在全球各地 什么地方呢 只要对它哪里最有利 它就可以在那边设厂生产 同时它又能够把它最终的产品 没有耗损的增加价值的 这个送到消费者的手中 这些呢都是在国际作业管理 必须要达到的目的了 所以在国际企业管理的 过程当中呢 所有的生产据点跟部门之间 必须要充分的协调 来建构完整的生产网路 刚刚也提到了 或许在外面海外设立厂商 或许找了一个外包厂商 这就形成了一个全球的供应链 所以接下来让我们看一下 什么是全球供应链管理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意义 全球供应链管理的概念呢 其实是从运筹管理 它延伸而来 跨国公司因为把所有的作业活动 分散在各地 所以从一整套的原料零件的输入 一直到最后消费者收到了 这样子的一个产品 刚刚说到了最重要的目的 是要让能够厂商能够降低成本 提升顾客的价值 扩大厂商的利益跟收益 这就是它最主要的目的了 事实上在国际供应链的管理 它有不同的阶段的发展 最早我们看到是50到70年代 我们称为是资本主义的黄金席 在这个时候呢 跨国公司呢 全球化的一个拓展呢 迅速的展开 那么背景呢 是主要是因为 当时的欧美很多的国家 他们在为了要拓展 他们的一个企业的版图 所以他们就强调了 要利润最大化 所以在所有的 整个的全球供应链管理里面呢 不管是整个的仓储啦 或者是采购呢 他们强调的就是 由全球的物流总部 也就是由它的企业总部 来集中管理 所以这造成的一个结果影响 就是他们采行的是 全球性的集中管理的决策 可是到了70年 一直到90年的时候 我们说这个是供应链 对供应链的竞争了 当时最主要的背景 是因为有石油危机 所以欧美国家开始注意到了 这个全球产能的布局 不能够集中在这个企业的总部 或特定的地点 应该要分散 尤其是要到开发中国家去 因为开发中国家有廉价的劳工 或许跨国公司 可以把资源分散到那个地方 所以纷纷的跨国公司 在海外设立起一些的工作 或者是生产的据点 尤其是建立一些的外包厂商关系 以其能够降低投资成本 架构全球的供应链管理的一个网络 这样子的影响 其实会达到供应链之间的一个纵效 其实就不只是企业本身的利益着想了 跨国公司还要为供应链 供应者厂商的利益着想 所以它必须要跟供应链厂商之间 维持一个很好密切的资讯交流的一个关系 以其能够降低彼此的库存 以及提升彼此的竞争优势 所以跨国公司在这样的环境之下 必须跟它的供应厂商 建立起一个非常透明的资讯平台 所以基于这样子的一个本位的考量 跨国公司不再是属于集中师的全球管理了 而必须是以地区性的决策 来考虑到地区的差异了 可是一直到了90年 这个时候开始企业的社会责任运动 在欧美国家兴起了 全球的一个和平 环保 企业社会责任 人权等等的意识不断的抬升 所以开始要求企业了 跨国公司你不只是要为自己赚取利润 也不只是供应链外包厂商的利润而已 你更要顾及到其他的周边的相关的社会责任 以及在整个的投资贸易上的一个利益 应该要扩展到更多的人 结果在由于日益增大的一个压力 以及跨国公司自身的发展需求 所以跨国公司就开始对于企业社会责任 做出一些必须的承诺了 比如他开始注意到工作的环境 职业的健康 社会责任的认证等等 最后开始也让跨国公司在国际经营的过程当中 也开始去思考怎么样在获利以及社会责任之间 做一个平衡 同时所谓的全球的社会责任 Global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GCSR也成为跨国公司不得不面对的一个课题了 好 介绍完这些的发展过程 那让我们来看一下 在全球供应链的管理 它的管理原则该如何呢 其实有效的供应链管理 就是要顾好每一个购面 也就是每一个交易界面的一个转换活动 它的管理原则其实是非常简单的 从跨国公司来说就是要快速反应 减低库存 降低成本 而刚刚我们也提到 从社会责任的角度 它必须要顾及到其他的企业社会责任 在整个的供应链的方式上 为了要让很多个供应链不同的单位 很多个系统以及合作伙伴之间 能够有一个可视性的一个平台 所以很多的企业都会建立一个供应链的管理平台 或者是资讯平台 随时显示供应链里面有什么事情发生 什么产品 什么资讯如何被操作 目前作业到哪一个程度了 哪一个步骤了 都必须非常的透明化 好 让彼此之间有一个快速反应 降低库存的一个操作的一个流程 接下来要跟各位提到的就是 那我要到海外去了 所以我要找一个厂指 我已经决定去了 那可是我要到哪去呢 特定的区位地点怎么样来决定呢 其实呢 企业呢 它的一个经营策略不同 它采行的设厂决策 其实也会不同 它所考量的地理因素 当然也不一样 从事跨国生产的公司 其实公司呢 可以把不同的生产活动 按照所需投入资源的不同 将生产据点分布在资源 对它比较有利 而且比较丰富的地方 这就是全球化的生产 所以呢 设厂决策 一般就被企业认为 这是落实经营策略里面的 重要武器 这个是跨国公司讲 这是我们的重要的武器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个重要的区位选择里面呢 设厂决策里面 包含哪些的一个主要的考量 所谓的设厂决策 反映了公司要扩张生产 一种规划的手段 所以呢 它包含了 怎么进入市场 如何搜寻资料的来源 以及地理因素考量等等的步骤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什么叫做市场进入 通常呢 我想要进到一个地理 去选一个地理 无非是我想要做原厂的扩充 可能因为我的就有的产能不够了 所以就短期来讲 最快的方式就是原厂扩充 可是如果就长期来讲 原厂扩充可能还不足以满足我的需要 所以我就可以进行设立新厂 或者是签厂的方式了 那么通常呢 用设立新厂跟签厂 这是比较长期的考量 在考虑要设立新厂的时候呢 一般来说呢 跨国公司会先考虑 哪边有我的市场 那我就到那边去 或哪里有我需要的资源 接下来呢 再以成本的考量 再选择我要到哪一个区位 然后再进一步 再考量是哪一个社区 那么就这样子的一个进入方式 所以就引出了下一个议题了 搜寻的范围 通常搜寻的范围是由大而小的 那如何的搜寻呢 我们休息一会儿 待会儿回来 刚刚我们提到搜寻的范围 可能是大从一个区域 然后是国家 然后是县市 或者是到乡镇 最后到一个特定的地点 那么这个搜寻的范围 跟它的时间是成正比的 我曾经呢 就以一个特定的产业 我就是以半导体 为我的研究对象 我就去比较一下 美国的半导体公司 在整个的地理搜寻 相对于台湾的半导体公司 在地理搜寻上有什么不同 结果发现一个有趣的是 其实两个是一样的 先会从大的范围 区域国家 然后到社区 可是不同的是 美国的高科技 尤其是半导体的公司 他们通常会花两到三年的时间 来进行地理搜寻 而台湾的半导体公司 似乎有效率一点 大概花一到一年半的时间 来进行地理搜寻 好 接下来呢 除了市场进入跟地理搜寻之外 在社场决策上要考虑的就是 资讯来源了 我在整个的社场时候资讯如何而来呢 主要的是高阶主管的经验 以及社场委员会们的建议 这是主要的资讯来源 但我们进一步再去探讨的时候 我们发现不同策略的一个公司呢 确实它的一个资讯来源会不一样 如果是以成本为它主要策略考量的呢 它通常会重视顾客的意见 而采行差异化策略的公司呢 通常地方政府的意见 是他们主要的资讯来源 除了资讯来源之外 还有地理因素的考量了 曾经早在1929年 一个非常有名的 一个地理学的经济学 这个Economics Geography的学者 Weber 韦伯 他曾经说了 哎呀 产业在设厂的时候啊 成本是最重要的考量因素了 可是一直到了1954年 另外一个学者呢 叫做Losh 他说不不不 其实呢 如何得到最大的收益呢 是主要的考量因素 也就是要靠近市场 一直到1963年的时候 有一个学者又叫做Greenhart 他说其实除了市场跟成本的考量 其他非经济因素的考量 比如你要靠近你的竞争对手啦 在什么样的社区 有良好的老资关系呢 如何接近交通设施呢 这些都是主要的因素考量 所以我们谢谢这三位学者 提供我们一个比较整合性的 地理因素的考量了 好 在国际作业活动 除了设厂决策 全球供应链的管理 另外一个跟最近呢 非常重要的创新管理有关的 就是属于国际研发管理的议题了 所以接下来要为您说明国际研发管理 什么是国际研发管理呢 国际研发管理就是在研发部门的一个体系架构下 借着信息的平台对研发进行 团队的建立 流程的设计 绩效的管理 风险的管理 还有成本的管理等等 还有这些的知识管理的活动 这个就是研发管理 通常呢在研发管理 在它的部门化的设计呢 通常有三种的模式 一种就是跨国公司 它有一个单一中心的一个研发管理 所谓的单一中心就是把这个研发活动 集中在企业集团的总部统一管理 另外一种就是跟它相对的 叫做多中心分散式的管理 也就是把整个的研发部门呢 分散在不同的地区 不同的市场 分别进行相关的研发活动 第三个是比较责中的 叫做轴心式的研发管理 也就是总部呢 集团总部呢 具有分配的主导权 然后再将资源依优先顺序 分别配置到其他适合研发的 特定的研发中心上进行研发活动 不管如何彼此之间 也就是要进行一些的协调整合了 好 这样子的一个管理方式呢 有什么样需要注意的呢 对了 我们说到 第一个呢 非常重要的管理原则 就是要先拟定整个的研发策略跟目标 并且呢 创造一个鼓励创新的一个环境 不限制员工的创意 可是有实质的效果 第二个呢 就是要让有限的资源发挥最大的效益 有时候甚至要让行销部门的人员 有点参与如此的研发结果 才有它的市场价值 有了研发管理之后 另外一个议题 我们要思考的就是产业的群聚了 公司 跨国公司要到海外去 尤其是第一次要出去的时候 要到哪设厂呢 刚刚提到有设厂决策 可是更多的公司 更多的跨国公司 是选到一个特定有产业群聚的地方 所以我们说 在海外设厂真的是很不容易 尤其是第一次到海外设厂 所以在设厂的时候呢 为了要避免一些风险 所以我们就到当地有产业群聚的地方 什么是群聚呢 我们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 生物学呢 所谓的群聚呢 指的就是在自然界中 同种或异种的这些物种啊 生物聚集在一起的一个现象 形成一个共生的关系 在产业里面呢 指的就是产业上特殊的空间的聚集 那么产业群聚就是由价值链 里面呢 许多的公司机构 包含了企业 还有它的供应商 知识生产机构 比如大学研究机构 中介机构创新育成中心等等 透过价值链互相联系 形成一个网络或者网络关系 这就形成一个产业群聚 在特定的空间 我们说产业群聚 它可以发挥一些的功能 当然相对的 这些的群聚的地理呢 也能够吸引更多的企业 来聚集在一起 那么产业群聚有什么样的功能呢 产业透过群聚的网络方式 可以获取新的技术 互补资源 或者在彼此之间加速学习 降低交易成本 克服市场障碍 可以获取很多的经济合作资源 所以我们分别来看 对跨国公司 国际企业它的功能 它可以有产业的资讯交流 它可以有专业的人才聚集 所以这个时候呢 彼此之间沟通容易 所以相关的技术资讯交流 都可以汇集 而提升他们的产品开发 以及技术创新的效益 再不然呢 我们说了 在产业群聚的一个地理位置呢 基础建设比较健全 当然会有更多的商机能够进来 吸引更多的新进者 如此呢 就造成了竞争跟合作 交替发生互相激荡 不搭紧呢 是把厂商研究机构 大学教育机构 还有政府消费者 都结合的紧密在一起 所以透过彼此之间的 一个密切互动 有利于个别厂商 在组织学习 集体学习 把他们的内影性的知识 给发挥 以及特定知识的交流 有助于他们的创新 以及他们的一个知识的累积了 我们发现了 这样子的一个群聚呢 不只是对跨国公司 有以下的 刚刚我们所提到的 这些的功能效益 其实对产业群聚所在的 这个地方政府或者是国家 其实是也很有帮助的 我们看到有很多的相关企业 OK 在特定的地区 它可以吸引很多的投资 比如说在美国很有名的 美国的矽谷 或者是台湾有所为的科学园区 这些的地方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地方呢 它不只是吸引企业来 它也创造了很多的就业机会 它可以提升国家的竞争力 提升人才的一个素质 所以很多的地方政府呢 在制定它的产业政策 跟规划的时候呢 都非常的希望能够透过 这样子的一个产业群聚 吸引更多的企业 来创造它地区的一个产业 经济的蓬勃发展了 所以在我们今天的课程里面 我们讲到很多 有关于作业活动 可是因为时间的关系 所以我只提出了 全球供应链的管理 研发管理 设厂决策 以及在这个产业群聚上的 一些的效益 跟各位同学来讨论 更多的这个有关于 国际作业活动的议题 同学可以参照课本 或者是参照其他相关的 一个期刊 也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此 再见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